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构世界 如来名号的九句 豁免众苦恨 这一句 不但是佛法里面讲求 我们细心观察 世界上所有宗教没有不讲求苦恨 不但宗教里面讲苦恨 忠苦 儒家道德 古圣先写 也都重视苦恨 这什么原因 这个意义很深很深 唯有一个人 真正能够甘心吃苦 才真正能做到牺牲奉献 自己不能吃苦 不能受委屈 怎么能帮助一切苦难中生 在我们眼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许哲 这两天他到悉尼去访问 一百零五岁 一生没有享受过一天 虽然他是在家人 他的思想 他的行持 是一个标准的苦行僧 所以他一生做出的是牺牲奉献 是修行人的好榜样 在近代中苦 苦恨代表 虚赢老和尚 当之无愧 一生穿白纳衣 一生穿白纳衣 没有缘分 没有缘分 见到他 但是我们看过他很多的照片 他穿的衣服 我们就没有发现 有一张照片 穿的衣服上没有补丁 都是东一块西一块 补了好多的补丁 这是真正 一生穿白纳补丁 修行 在中国佛教里面 受到大众的敬仰 毫门贵族 王公大臣 拜他做老师 跟他学习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啊 你说 难道他 没有能力 做一件新衣服穿吗 供养太多了 法语又殊胜 在中国近代出家人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为什么还要过那样苦日子 我们晓得 他是做给我们看的 那个社方供养 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知道 这个老和尚 一生 修庙 建庙 供养 年轻的出家人 他一生专干这个 救济贫苦 所以 自己能够多吃一点苦 许许多多苦难众生的 就能减少一分苦 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 待众生苦啊 老法师给我们做示范 静待在中苦 最受人尊敬 除虚阴老和尚之外 这 映光法师 净土中 映光法师 我们这里看到他照片 有好几张啊 他穿的衣服 很整齐 很干净 也是一生呢 穿旧衣服啊 一件衣服 穿几十年呢 这个映老的 威德 在近代 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 四中共阳 多 他跟虚老不一样 虚老盖妙 要护持 印体的复法 映光大师 一身印金 所有一些供养 通通通印诵金书 护持佛法的软体 这两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啊 印光大师 晚年 在苏州 博古寺 成立了一个 红化社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佛经流通处啊 印金 不失戒约 一生干这个事情 不做其他事情啊 我们在上海 习在习哉 发会 开示 当中 知道 印光法师 跟大众 讲开示 一生 只有这一次 发会 七天 最后一天 传授三规五界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当时 中国北方 有灾难 它是从 印金的款项里面 提出 三千 那个时候是 淫源 去赈灾 我从这个地方呢 看到它老人家 一生 做一桩四叶 印金 做法布 是 确确实实 得印族 法师利益的人 很多 红画师 印的书 都印得不错 本命 很珍惜 很大方 教队 很淫 很少有措资 称得上 善本 并没有 用四种供养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没有 他的饮食 跟常住 完全相同 一桌 都是旧衣服 没有做一件新衣服 信徒蒙 供养他老人家 这些新衣服 转手 就不失了 年轻 初学的出家人 没有人供养 对一件衣服 相当不容易 老法师 有人供养的 放在旁边 看到有何事的 就不失了 自己没有受用过 这些都给我们 做了榜样 这就叫 待众生苦 我们自己学服 要常常想到 借金 不可以浪费 浪费 这福 自己要想想 自己有多大的福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接受 四众同修的供养 我们生活条件 一事住行 比应光大死 比虚影老和尚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老和尚们出门行诀 没有交通工具 循运老和尚 常常朝山的 三步一拜 我们的享受 超过它太多 我们的行持 不如它太多 我们自己 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 人家有成就 我们有什么成就 如果修行没有成就 古人讲的话 幸事难消 我们这个佛报 消化不了 修行没有成就 古人讲的话 古人讲的话不是假话 精神不了道 皮毛带就还 我在讲书里头 我记得我讲过很多次 出家人这一碗饭 最难吃 比这一碗饭 比这个要饭的 难得多 要饭是人家 失血给你 无条件的 你可以受用 出家这一切人供养的 它是有条件的 它不是无条件的 它为什么来供养呢 它听说三宝是福田 它到这里来是种福的 那要问问看 我们究竟有什么福给它种 我们的修学有成就 接受这个供养应该 自他联励 受供养的人自他联励 发心供养的人 也是自他联励 如果我们修学不如法 这一生不能成就 甚至于还堕落 那个麻烦就大了 堕落 这是自己的罪报 罪报受瞒之后 再就还债 六道里头 现在我们很清楚 很明了 六道里头的一切众生 不外号 报恩报怨 逃债还债 真的是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啊 你果然明白了 清楚了 你就晓得 人生 在世界 没有吃亏的 没有上当的 也没有占便宜 我这一生 占别人便宜 来世 他占我的便宜 还掉了 逃债还债 这个里头 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什么麻烦 你要了解四世真相 我吃了亏了 上了当了 还债 这个债了了 好啊 真的了了 如果不甘心 我吃了亏 上了当 不甘心 我要想办法报复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这个念头 要不觉悟 古报就是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这一定要到 哪一生 哪一世 这当中 有一个人 觉悟 回头了 这样才能了啊 如果他心里头 这个借放不下 他不肯饶你 这就是 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人 临终 在临终之前 一两个星期 有的时候 病重的时候 一两个月 你仔细观察 孕情待主 缠辅主啊 你活的时候 你的气很甚 一般人讲 阳气还足啊 孕情待主 不敢贴你的身 你也阳气还甚 到病重的时候 病危的时候 阳气 衰了 阴近 现前啊 这个现象 很普遍 他还能说话了 告诉身边的人 某人来了 在门口 在哪里站住 他所讲的 全是他的 冤亲债主 已经过世 这事情 不是一个人 几乎 每一个身病 病危的人 都是一样 那么只有一种人 病重的时候 气太衰了 没有声音说话了 这个时候 你看他的神情 他不能说话 表情上 我们能看到 他见到一些 淘宅的人 他有恐惧 神情显示出 不安 等个念佛的人 临终见到 佛菩萨 他很安详 见到冤亲在主 不安 这是 稍稍留意 你读明了 特别 是医院里面的 医生 护士 他们常见 一般人 不相信有鬼 做医生 做护士的人 他们相信 早年 我在台湾 我有一个同学 中学的时候 同学 他在 农民总医院 服务 他管行政 住院族的 组长 我问过他 你相信不相信 有鬼 他相信 医院里头 医生 护士 这些职员 常常见到 他告诉我 人 临走的前 两三天 这个病房门口 会有鬼出现 无常 大鬼 我们常讲的 不要无常 黑无常 只要这个鬼 在他门口出现 这个病人的时候 不会超过三天 一定就走了 这是医院里头的 医生护士告诉我的 他们常常见 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冤心在主动 自己的气很衰 他住的那个病房 磁场就很不好 我们一般讲 有一股阴气 人在里面感觉的 很不舒服 如果这个病人 生病 他病会好 这个病房里头 决定没有这个现象 一家医院如是 我想 许许多多的医院 都不例外 另外一个就是兵医馆 你进去之后 看了手 里面阴森森的 一般人进去 真的胆小的都不敢进去 汉毛之术 阴气逼人 这是苦啊 身劳病死苦啊 谁人能免得掉 摄迦牟尼佛 就为这一桩事情 出家 出家 是不是真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呢 一点都不错 修行 苦行重要啊 所以世尊 世尊在入灭之前 交代后人 两句话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交代后来的学生 修道的人 不要忘了持戒 不要怕吃苦 肯吃苦 能吃苦 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 一切烦恼的根 是贪啊 无量无边的烦恼啊 佛法把它归纳为八万四千 这八万四千是有投诉的 不时随便说的这句话 真的一条一条跟你说出来啊 八万四千烦恼 再归纳成 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 就不把烦恼 对于粗学还是不方便 天清普达 把它归纳成二十六 这二十六呢 风为三类 根本烦恼 水一烦恼 水一烦恼里面又分 大水 中水 小水 二十六 再归纳呢 那就是六个根本 六个根本烦恼 再归纳呢 贪嗔痴 叫三毒 三毒还可以归纳 归纳到最后一个贪纳 人能修苦行 不怕吃苦 愿意吃苦 把这个烦恼的根 拔掉了 于世出世间 一切拔了 不贪了 苦前面加一个重苦 世出世间 什么样的苦 都能受 都欢喜受 决定没有丝毫抱怨 别人想福 我吃苦 没有不平 为什么呢 我要 我要历苦 得乐 今天不吃苦 你就历不了苦 历苦 三界 苦 欲界里头 苦苦 坏苦 辛苦 通通通通通居住 池界里面虽然没有苦 迺天有坏苦 又辛苦 挑 Tung 还有辛苦 所以佛说 三界通苦 好比火折 唯有能吃苦 你才能真正断贪嗔痴 贪嗔痴是苦的因 你把苦因断掉了 苦的古报当然就没有了 释迦牟尼佛一生 日中一世 树下一宿 这个没有改变过 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 绝对不是说 教我们要以苦为私 而他自己享受 没这个道理 他自己确确实实 修苦恨 给我们做榜样 做模范 教导我们 这个是修 处理恨 最殊胜的方法 我们如果想处理六道轮回 处理舍法界 这是最好的方法 这是最好的方法 力疗 六道舍法界 才有真落 我们中国言语 有所谓的苦境甘来 那个真落 永恒的落 你得到了 你现在不能吃苦 你怎么能得落 滑脏极落 那是真落 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去呢 因为你贪图享受 这个享受是 享受增长 贪嗔痴 人能够安于苦恨 这个贪嗔痴的烦恼 肯定天天淡泊 这个是一定道理 怕苦 贪嗔痴 贪嗔痴 天天增长 烦恼增长 智慧就没有了 烦恼轻 智慧才增长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我们今天读到这一句 会想到 立构世界的人 那边的众生 我们前面跟主要报告过 相比善根深厚 神厚 烦恼亲智慧 智慧 佛在那里 用这个名号 因为这个世界 我们从佛种种名号里面 体会到 这里面的众生 有慧 有福 智慧佛德 都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 能够相比的 佛在这个地方 做这样的事情 用意恒深 希望他们舍弃世界 无欲直落 效法如来的苦心 才能成就 无上道 最后这个名号 明居住力 力 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讲的 能力 在佛法里头 经典上常常讲 如来古地上 有十种特殊的能力 叫实力 菩萨不能比的 十我们知道 是不要法的 就是此地讲的 居足 居足就是圆满 居足力 在能力上来讲 我们通常讲 得能 没有丝毫欠缺 那我们知道 这种德能 是自信里头 本来有的 本来居足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自信里头 具足 具足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能力 圆满的下号 如果不具足 他怎么能信得出来 佛在这个经上 说的 虚空法界 这个法界 包括一真法界 包括舍法界 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无量无边的世界 通常我们讲世界 将太阳系 将阴和系 这虚空里头 阴和系 太阳系 没有办法计算 我们也只能套一句 佛话说 无量无边 无有穷尽 这是真的 这是事实 佛在经上 也这么说法 但是 佛说得更精细 佛讲 每一个微臣 那里面 都有 像现在这个世界 相同的 虚空法界 刹土众生 每一列微臣里都对 佛这个说法 我们在学佛这么多年 能够体会得到 佛说这个话 我会点头 我会承认 每一列微臣里头 都有圆满的法界 世界 重重 无尽 这一列微臣里面 现在的法界 法界没有缩小 微臣没有放大 什么原因 自性里头 没有大小 没有远近 没有先后 没有远近 没有空间 没有先后 没有时间 现在说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科学家 已经发现了 科学家 他说 在某种条件之下 确确实实 空间跟时间 都不存在 但是 没有大小 我们还没听说过 那佛法 这一点呢 还由待科学家 更进一步 就发现 不可思议 这什么 这自信 这信得了 自信 发而如是 本来如是 所以这个列 是圆满的 一丝毫 欠缺都没有 能限虚空 法界 能限 刹土 重刃 离死无碍 世事无碍 这是总的说 别说 落实在我们 生活当中 佛的六根 未整 也 见 没有远近 没有前后 没有前后就是 我们今天讲 超时经 没有远近 超空经 摄放插土 祝佛如来 在讲经说法 做这个 看得清清楚楚 佛经上比喻 如对目前 清楚的程度 什么 就像在眼前 没有远近 没有先后 无量戒 前的事情 也在眼前 无量戒 以后的事情 还在眼前 无量戒 之前的事情 又到罢了 无量戒 以后的事情 难道没有变化吗 我们知道 一切法 变化 无常 我现前见的 现前这一刹那的事情 你说在过若干年之后 它又起了变化 若干年的事情 还是眼前的事情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是讲的 你眼的能力 在佛法里面讲 天眼 会也 发也 佛也 超越空间 时间 而听 一不如是 鼻袖 血厂 六根的能力 通通没有障碍 居足力了 这没有什么神奇 也没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呢 祝佛如来有 我们一切众生 哪个人没有的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通通通通有 跟如来 一切众生 如来的智慧 得相 并不比我们 多一样 我们的智慧 得相 也没有 比如来 少一样 完全平等 完全相同 但是问题 出在哪里呢 出在 但以妄想 执着而不能正的 这是佛 业余道破 我们这舍法界众生的时候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这一句话 比什么都重要 这一句话是 当头棒喝 如果我们在这个 上一下 惊醒过来了 把妄想 分别执着 马上放下 你就成佛了 你的智慧 得相 通通行迁 大方光佛华严 原来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 大方光佛华严 现在 麻烦怎么样 你放不下 这一棒打下去 你没有醒过来 还是和流通 那怎么办呢 天天打了 总有一天 把你打醒 天天 天天接受 经文教会 天天不利 佛法 知道多少 这最重要了 要落实 那你就快速了 要真肯干了 真肯学 我们看幕后 这一句总结 如是等百亿万种种名号 令诸众生过别之间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